宋慧乔再次想起了玄斌,他发布了一张照片,喜欢与丈夫孙艺珍共同出演的电影配乐。 在与宋仲基结婚之前,宋慧乔曾被撰与宋城县、金明忠、李炳君、Rain、玄斌以及年龄相差11岁的张基隆等人约会。 在这些人中,他与玄斌的恋情引起了更多关注。 分手后,他们两人都结婚了,玄斌目前与妻子孙艺珍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宋慧乔则在感情破裂后独自生活。 但网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宋慧乔仍然对玄斌怀有感情。 具体来说,宋慧乔的朋友,女演员普善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拍摄电影《他们生活的世界歌词》的屏幕截图, 附带说明,这种困难和疲惫的爱情。 一切都没有发生,直到宋慧乔在《善美地帖子》上点赞。 据悉他们《生活的世界》是宋慧乔和玄斌在2008年共同出演的电影。 宋慧乔对普善美地帖子的行动引起了人们对他是否还忘不了玄斌的质疑。 此外,不久前,宋慧乔发布了一张28岁时的照片, 他留着短发,嘴唇鲜红,美丽而傲慢。 实际上,宋慧乔在任何时期都非常美丽,但他选择了28岁时的照片。 这让人们怀疑是否有其他含义, 因为28岁是他与玄斌共同出演电影《他们生活的世界》后约会的时期。 当然,宋慧乔这样做可能表明了他的无私和清白。 如果真的有什么情感问题困扰着他,他就不会公开这样做。 就像他对前夫宋仲基所做的一样,简单的无事而已。